全球事實上這一波疫情很有可能三四月份陸續解封 那金融市場其實有一點多空意為豬洋變色 那WHO有更樂觀的預估 他認為明年2022年整個會結束 不過他也列了九個最強的病毒 我先請教一下李批 整個疫情明年就拜拜嗎 應該不會 我覺得說WHO是不是太樂觀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詳細情形是怎麼講的 不過我們要知道說有很多變數 會使得這個疫情不會結束 一個就是說接種率多少 尤其是我們那個低收入國家 他可能那個雖然他會受到WHO的援助去接種疫苗 可是他的疫苗的覆蓋率是過的嗎 這是一個問題 那很多人就是以為說 我們只要疫苗的覆蓋率達到百分之六七十 這個病毒就會消失就不會流行 這個也是有問題的一個看法 因為我們那個六七成的人打了疫苗以後 他會產生群體免疫力 他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 很可能疫情就會慢慢不見了 但是問題是現在國際交通太頻繁了 你即使一個地方完全沒有病毒 一段時間以後病毒還是會入侵 還是有入侵的可能性 像麻疹 麻疹就這樣 大家還有記得嗎 最近幾年有的時候就會有麻疹情境流行 在台灣發生嗎 我們的疫苗覆蓋率其實是97%在兒童 那可是還會進來 因為總是你只要有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人 沒有免疫力的話 他還是會有小規模的流行 他會從外面升進來 所以明年後年這疫情會不會完全結束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比較緩慢的 趨向於消失的一個步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說流感到突變的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 流感到突變 包括以前我們講那個什麼 西班牙大流感 或者是我們最近的2009年的 H1N1新型流感 他都是一波以後第二波第三波 就一定要等到說你所有的人 要不然就得到這個病毒感染 要不然就打了疫苗 有了免疫力 他會逐漸消失 在短期之內 他會變成零 對我們零威脅的時間 大概不會那麼快 不過至少呢 可能就是在這一兩年內 很多國家他的疫情會受到控制 那國際旅行可能就會看說 你有沒有打過疫苗 疫苗就蠻重要 疫苗可能變成通行症這樣 對你要打過疫苗 然後就到一個比較低度風險的國家 說不定就不必去做什麼居家隔離 這東西就比較能夠自由的通行 所以對未來來看的話 我想他疫情一定會趨返 國際的旅行開始會慢慢恢復 但是我們要完全脫離 這個新冠病毒的惡夢 可能要一段時間 好那李P再請教你WHO 事實上這幾天還列了九個最強的病毒 從利百列到伊波拉 列到芝卡病毒 現在大家反正聞病毒色變 WHO說這九個是致死率很高的 怎麼看 我覺得我就不是很 不是很同意 因為所謂最強病毒 你要怎麼定義最強病毒 死亡率高 他意思是說致死率高啊 對啊 致死率高可是傳播率不好的話 那個病毒我們根本不必去趴他 因為他列出來很多病毒 是地區性的病毒 他其實列出來的九種病毒 大部分都是人處共通傳染病 人處共通 有的是很多 有些是你要跟那個 帶有病毒的動物 產生親密接觸 你才會得到 所以在臺灣我們根本不必去擔心 像利百病毒 他是區域性流行 他就是可能蝙蝠啊 豬啊身上有病毒 你去接觸這些病毒的話 才會有可能發生重症 甚至死亡 雖然你一旦發生的時候 你的死亡率很高 可是他不會有效連傳染 這是重點 不會有效連傳染的話 他就不會說像那個新冠病毒一樣 一下子就傳世界各地 造成傷亡的數字 幾十萬幾百萬這樣算的 你看這些病毒 他的傷亡的數字 幾十幾百 所以他對我們全世界人類來講的 危害並不是很大 當然這裡面有一些是很重要 像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一開始流行的時候 很多人死亡 WHO被罵得要死 因為他反應太慢 這新冠病毒也是反應太慢 WHO常常反應太慢 我覺得你很不屑WHO 沒有我是重要的參考 我們要他對的地方 我們要負荷 不對的地方 要改進的地方 我們還是要講 像那個禽流感 為什麼沒有被列入 因為禽流感其實是一個大突變 全世界流行的一個非常 距離比這些病毒還要高 禽流感就是都存在於世界各地 然後也可能大流行成人畜共通 他如果突變變成新人體的話 他就是會可能會大流行 那二十世紀已經發生過 三次這樣子大突變 那個大流行 所以很多病毒都必須要注意 不只是這九種病毒 然後我們最在乎的 不是說他的致死率是多少 而是說他的致死率很高 而且他人跟人傳播的能力很高的 這種病毒我們要特別的注意 好 我們稍後回來